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意义道云的公开课 我是本节课的讲师冯老师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个日字系统的这样一个东西 主要讲几个问题 如果有后来同学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首先我们会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要实现自己的日字系统 然后就是这个日字系统 它和这个调试的区别 还有他们的这个应用场景 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 然后呢就是这个日字当中 函数啊红啊还有这个级别 那么怎么样去实现它 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可能会涉及到一点 这一块东西呢我会讲一下代码 我们这里呢已经建好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话呢 目前是一个空的项目啊 目前是一个空的项目 然后呢我们等会儿呢 就是从头去写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从头去写这样一个玩意儿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扩展的去聊一下 就是它的这个安全性和稳定性的一个设计 这一块就没有时间去做了 但是我会提一下这个东西 就给个方向吧 然后大家以后呢 再可以顺着这个方向呢 去完善自己的日字模块 好那么首先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要实现自己的日子系统 其实日字的这个东西呢 日字的模块 日字的这种工具 其实是有很多的嗯比较好一点的 像这个啊 Gtest的下面 它有一个日字啊 有个Glog的这样一个玩意儿 然后呢 还有像这个 LogCPP的这样的也叫LogCXX的啊 这样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各种各样 五花八门的Log吧 但是大家在注意啊 就是你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一般来讲大型的这个系统呢 如果是有充足的开发时间和人力的情况下 都会呢 开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日字系统 这是为什么 首先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三个图片是吧 如果对魔兽世界比较熟悉的同学呢 就应该是认识这几个人物 呃 第一个呢 是这个伊利丹是一个boss是吧 还有一个他非常奇门的兵器 呃 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他其实算是一个剑啊 他其实没喝过酒是吧 爱心诺斯不错啊 烈焰还还还记得这个武器的名字啊 因为我没提这个名字 是因为我要 我以为有很多人可能不玩这种老游戏了啊 这个东西 我感觉就是像我们这种40岁的人以前年轻的时候玩的啊 我以前上上大学的时候玩的 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可能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玩 看样子还是有人玩这个东西啊 这个呢 是个兽人的战士 但是你要注意啊 第三个是一个法师 你会发现就是 不管你是 嗯 什么样的这样一个人物 你的这个兵器 他是各不相同 对吧 受人战士的话呢 他这个地方呢 他力量是很大的啊 他的力量可以说是这三个里面最大的一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武器就非常的出众 非常的出众 这个东西发挥适合他的这个大力量去发挥 那么像这个法师的话呢 那么他拿的就是一个法杖 这个东西很轻巧了 当然这个东西可能功能就会相对来讲 就是对这个自力要求就要高一点 就要用起来的时候呢 就要精细的去用 就不能像这个斧头 是吧 这个斧头的话呢 你就直接满就行了 甚至有时候吃饭 你可以垫在屁股底下坐一下 问题也不大 是吧 但是像这种法杖的话呢 就比较惊喜啊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也比较细一点 呃 所以像这样的玩意儿呢 你就保养啊 使用啊 各方面就要注意一些 然后比如说像这个 呃 弹刀这样的一个武器 那么就是属于很独特的是吧 你玩的好 那是很漂亮的 很花火的 玩不好 你可能自己就把自己给解决了 呃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是比较危险的 就是你要好好地去玩 玩得好 那么这个东西是玩出特别的效果 因为这个东西这是一种独门武器 所以别人也没见过 遇到这种武器 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防守 怎么样去和他敌对 那很多套路和招数呢 你可能就防不胜防 如果你对这个武器不熟悉的话 可能一下就被这个武器给带到沟里面去 然后把你给了结了 是吧 但是如果你操纵的这个人 对这个玩意儿不熟悉的话呢 你可能搞两下 自己尖尖就把自己捅着对穿 是吧 还没等人家动手 你自己先把自己解决了 呃 这样子的话呢 也是不行的 所以这里面首先就是第一个 他回答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要实现自己的日子系统 因为日字工具是程序员的武器 而且还是最重要的内容 他可以帮助你干什么 他可以帮助你干很多事情 就是首先比如 我想去 我我这个程序跑起来以后 是吧 跑起来以后有bug 啊 有bug 那这个 我觉得这个凡城开车啊 这开的很厉害的啊 主头气大法杖火好啊 这个是的 说的很有道理啊 就这个东西的话 比如说我的程序有bug 有时候这个bug 他不是很好用那个调试工具去调的 那因为比如说一些特殊的原因 比如我的程序 它是运行在远端的 啊 我的程序呢 他可能这个环境里面呢 嗯 它是一个类似于比如说嵌入室啊 或者是这种安卓手机啊 或者是这种远程的服务器啊 啊等等这种不一而足 有的甚至就是说虽然是我本机 但我仍然不适合用调试器去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 它的它的这个触发几率很低 可能运行10分钟才触发一次 是吧 那你用调试器呢 就感觉有点有劲死不上 因为你调你射了断点或者怎么样以后 它老是触发断点 触发断点以后 其实它那个bug又没附现 然后你只能够掉 是吧 然后你就这样子反复的弄反复的弄 呃 本来10分钟可以触发这个东西 你可能这样一搞 一个小时才触发 然后最后触发一次 可能触发的那一下呢 呃 由于你这个断点 或者什么样的原因没打好啊 导致你这个东西呢又失败了 你又得从头来是吧 你当时就会很崩溃 啊 当时就会很崩溃 这种东西挺麻烦的 然后有的同学说啊 我看见有的同学说 江说有的bug子出现在特定机器上 这种情况就更罕见了啊 这种也确实是有 真有这种情况 嗯 这种情况其实在我在答疑的过程中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比如像这个开发环境的安装 啊 比如像这个qt的这样一个东西 qt昨天我还碰到 呃 昨天我还碰到一个问题啊 是学员提出来的 然后我和那个学员看了40多分钟 啊 都没有看出来啥问题 我也没看出来啥问题 然后早晨的时候我就 呃 突然看了一下 结果发现是那个图片的格式的问题啊 图片格式问题 就那个图片它其实不是个png图片 它是一个bmp或者是类似于bmp的图片 只是他在拿到这个文件的时候 另成为的时候他把它保存为了这个偏激的后缀 而结果这个东西加载以后呢 在这个qt里面就无法显示出这个图标啊 这个图像就显示不出来 后来早晨的时候我发现我换了一张其他的图片呢 都没问题 就这一张图片有问题 然后我就把那个图片呢 用这个二进制的这个东西打开看了一下 然后我发现这个格式就完全不太对头 完全不太对头 所以这种情况你很难去 就是你很难想像这种情况 你想用调试器去调的话呢 你会发现很难 这个东西你想象不到 他是从哪个地方冒出来的一些奇怪的地方 啊 然后 监容问题也有 监容问题也有 这种一般是出现在环境变量 这个是更加坑爹也隐蔽的 因为环境变量呢 有的是系统环境变量 有的是这个用户环境变量 那么不同的环境变量呢 导致这个程序在运行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很很严重的问题 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你在别的机器上就死活出现不了 而且在实际工作当中有些问题你在 我觉得这边有点草吗 呃 我看一下啊 那其他同学有没有感觉到草 我这边可能是开个风扇的云啊 我把这个风扇的 呃 我把它不摄成摇头吧 我把它不摄成摇头 没感觉是吧 你看看你那边你调整一下啊 我调整一下这个风扇吹的角度吧 好 ok ok 然后 呃 还有一些情况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服务器开发的时候 呃有一个 一般我们会准备两台服务器 一台服务器是开发人员的 你在上面做各种尝试啊 即使你把它炸了问题都不大 炸了问题都不大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工作环境 就是这个产品的这个实际运行的这样一个环境 那这个东西呢是绝对不能出问题的 呃 包括更新什么的 都是要有严格的时间安排 如果更新失败要有备案方了 就是预案 就是如果我更新更新失败了 我要怎么样彻底把它恢复 如果是更新成功 那么这个东西呢 还要怎么样去测试 保证我这个东西去弄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 嗯 你会发现 在你的开发环境上面 它跑得非常的溜 啊 跑得非常的溜 但是到了这个 呃 运营环境呢 下面你去运行呢 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呢 它可能隔个三五天 它就有点不正常 可能要求你手动重启一下 那这个东西 呃 就很坑爹了 这个东西就很坑爹了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那么你用调试工具 你是没有办法调试的 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打造自己的武器 你要打造自己的武器 因为只有你自己打造的武器 才是最适合的 你搞其他任何的 这种日制的这种模块 都会有一个问题 因为那些不是你自己写的 啊 当你想要完整的使用它的功能的时候 你会发现 要么有的根本不适合你 就你可能你这辈子都用不上 要么呢 就是说这个玩意儿呢 你想要的功能呢 它没有啊 它没有 你得另外再去想办法 你得再另外再去想办法 所以就是其他的武器的话 就算是有一个是吧 神级的日子 模块摆在你面前 啊 它也可能会有不方便的地方 它也可能会有不方便的 是吧 啊 那么再一个就是我刚才看啊 今天写了个程序 死活执行不成功的时候 杀毒软件 谢了是吧 杀毒软件这个东西的话 一般来讲啊 就是如果你用的Win10系统 正版的Win10系统的话 那么呢 我是不推荐你去装杀毒软件的啊 这个Win10的话呢 它是自带一个杀毒软件 用它这个默认自带的就OK了 没有必要就是说去 再去装一个杀毒软件 如果你是Win7或者是早先的 比如说Win8之类的这种系统呢 那还是呢 建议你去装一个 因为那个时候它的那个防火墙呢 还不够强大啊 不够强大 所以有些问题是不太合适的 嗯 那么现在的话呢 你去装这个开发人 尤其是开发人员啊 开发人员这一块的地方 防火墙的话呢 你倒是可以把它开开 但是前提就是说 你要花时间把防火墙了解一下啊 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时候可能 不是正版的话 你就 不是这么也可以开这个防火墙啊 不是这么也可以开 当然我这里呢 还是推荐大家用正版 因为大家都是软件开发人员 是吧 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路走窄了啊 盗版的尽量少用 呃你可以用开源的用免费的是吧 去替代一些收费的 但是呢 不要去 呃不要去用盗版 尽量去不要去用盗版是吧 有人同学说我的这个操作系统不行 呃 其实现在这个操作系统的话呢 也还便宜 也还便宜 嗯 嗯 嗯 好 然后我们继续啊 呃 对 成学是有这个通病代码只有自己搞出来的才顺手 为什么你只有自己搞出来顺手 因为你自己写的你自己设计的 那么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你的一把弹刀了 是吧 橙色武器 这是你的橙色武器 这是你自己的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你自己设计的你知道这个玩意儿它的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 什么时候去用它 然后万一这个东西有点不顺手是吧 你自己还可以打磨一下敲一下 都问题不大 你要是搞一个其他的这个东西 首先第一个看代码 你就不一定能够看得清楚 第二个的话呢 一旦有些地方不合适 你想改的时候你会发现无从下手 因为你发现改了这个地方其他功能跟着一起挂了 这个就很尴尬了对不对 但是像这种自己写的话就是好 就比较好一点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就是日字和调试它的一个区别 那么对于日字来讲啊 它的这个优点就是什么 就是他们我分别讲啊 区别的话我们分开来讲 日字它的优点就是首先第一个对程序的流程是几乎没有影响的 而这个东西和调试是不一样的啊 调试你设了断点 那么它是可能会影响这个程序的流程的 这个玩意儿就相当于是这样子的 因为 因为像比如说尤其是在多县城开发的时候 当你设一个断点 一个县城停止 那么另外的县城它是否停止 这要看你调试器的这个设定的 调试器如果设定了 当你发生断点的时候只触发当前县城的这个呃中子的话呢 那么这一块其他县城呢 它实际上有可能还在跑 有这种情况 那么如果对于多进程的这样一些程序 有一些程序它是多进程的 那就更糟糕了 因为这个调试器它是难以去把其他进程给 当你被调试的进程 之外的其他进程 包括你的紫进程什么的 把它给停掉 这个是非常难的 这个是非常难的 因为它没有办法跨进程去干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很严重的后果 就是你这边停止了 是吧 其他的还在跑 然后导致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在多现场环境下面 即使你做了设置 我把所有一旦发现这个断点 我把所有县城全部停止 那也仍然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 因为当你在单步的时候 其他县城它是否按照单步在走 这个是不一定的 因为你单步的那个东西调用一个 调用一个函数以后 那么会出现一些很严重的情况 就是说那个函数 它可能执行了比如说五个毫秒 那么其他县城可能瞬间就已经跑了很多 很多指令和代码了 等到你这边恢复断点的时候呢 那么其他县城可能已经完全和你这个地方不同步了 本来一些问题 在没有你这个断点的时候 它可能是正常运行 那么有了你这个断点 它可能不正常运行 或者是在没有断点的时候 这个地方它有问题 你下个断点 你发现这个问题怎么有 没办法复现 这种也是有这种坑街情况的 所以对于这块地方呢 就是它的优点在哪 为什么我要去详细讲这个优点 去啰里巴说讲这个东西 是因为我想要告诉大家 就是你要在什么时候去用日子 什么时候去用调试器 而这个东西是比较关键的 因为很多同学我发现 他对这个地方 他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概念 概念和界限 那么他遇到问题 他更喜欢调试 因为调试这个玩意下个断点 马上你就可以直观看 他并不习惯于写日子 尤其是像做这个APP的这一块的地方啊 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有些时候他发现他怎么调试 他也调了很长的时间 甚至搞到晚上转钟 最后他发现解决不了问题 然后后面呢 打几个日子以后 他发现一下子就找到这个问题的所在了 是吧 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他优点可以看到动态值啊 什么叫动态值 在调试的时候 当你下了断点以后 你只能看到那一瞬间这个断点当前的所有的值 那个值是个静态的 你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值的变化过程 是吧 日子是可以看到的 比如传进来的时候是个什么值 那么最后离开的时候 他又变成一个什么值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又是一个什么值是吧 你可以完整的看到这个日子 这个传进来的这个参数 他是怎么样在发生变化的 然后他是怎么样影响其他东西的 是吧 其他参数的包括这个返回值 然后呢就是日子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看到这个程序的运行过程 就是你是从哪个地方发起调用的 然后调用了谁 调用的过程传进去的参数是什么 返回值是什么 然后后面你又调用了谁 你的这个流程是怎么执行的 你的if else是走的哪个分支 而这些东西的话呢 这些东西的话呢 是用日子可以很清晰看到的 当然这个东西他也是有他的缺点 就是这个玩意 首先第一个他会消耗这个内传和硬盘资源 看你是输到哪里去啊 看你是输到哪里去 第二个的话呢 就出了问题他只能记录 你没有办法当场去修改 是吧 我没有办法当场修改 那么有时候我需要当场修改 去尝试一下可能性 然后呢 我就可以大概知道 我要给怎么改这个代码 对吧 我知道了问题在哪 日子是帮助你发现问题在哪 他没有办法帮你去修改的 修改的话呢 你只能自己去修改 然后呢 只能记录预定的信息 就比如说 一个函数有四个参数 那么我在日子里面输出了其中三个 第四个我没有输出 那我想临时加上去是没办法加的 这个是没办法加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他的一个用缺点 然后对应的就是调试工具 那第一个他可以查看指定逻辑的完整数据啊 就是这个数据 不管你是你预定的还是没预定的 你想到的或者没想到的 只要在那个断点的那个地方 你永远都可以看到所有的寄存器 所有的局部变量 所有的全局变量啊 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包括像日益斯啊 这种隐藏的这种内部变量 是吧 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第二个 他是可以修改 临时的去修改内存或者流程的 比如说当我运行到这儿 我知道这个东西会错 那我不知道他的正确值应该在什么范围 我就可以直接去修改他 我尝试一下 比如说10不对 对吧 那么5和3 对不对 我可以分别去修改这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 我可以修改他的流程 本来是要走一副 去的这个流程 我把它搞成了一副 force的那个流程 然后看看效果行不行 啊这种有时候我们在做这个开发的时候 有一些情况非常难得触发 非常难以触发啊 他非常难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用这个调试的方式啊 强制把那种很难触发的东西给他触发一下 然后看看这个错误处理流程的话呢 或者是说罕见的情况下呢 那么这个流程他实现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可以这么去干一干的啊 这样子的话呢 你又不用改代码是吧 因为你就改这个东西就行了 也不用重新编译 不至于影响到这个项目的发布 或者其他的这样一些情况 如果发现问题的话呢 你直接就可以去改也是可以的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可以指定这个位置啊 你可以任意 可以任意指定位置啊 这个任意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进程内的任意的这个地方 你可以在你原来想不到的这个地方 像这个日子的话 你就只能在预定的这个位置啊 你如果那里没写日子的话 那就不好意思了 那你这个断点你是可以随便乱设的 甚至可以设到数据断啊 设到某些数据 一旦他发生毒血 你就可以触发断点 这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是在日子这个地方 是没办法去做到的 但这个东西他就去缺点就是也是一样的啊 就是首先就是这个流程 我们刚才讲了 再一个就是太低频率 是吧 就是你7天或者半个月啊 这个东西才触发一次 那这个时候你用这个断点 这个用这个调次的这个方式 显然就不合适了是吧 你没办法去调一个月或者怎么样 然后还有一个就太高频率 你也受不了啊 一个断点一秒钟触发几百次 有这种情况出现是吧 几十上百次 你这个东西根本就看不过来了 你一个断点触发了 你没发现问题 然后你很快第二个又来了 第三个又来了 第四个又来了 你一直就在这个bug的这个断点的触发这个地方 这也不行 然后再一个就是跨线程跨模块跨进程啊 这些地方都是很难追踪的 这个东西日志是可以解决的 为什么 因为日志你只要预定了这个地方 你打印这个东西 我不管你是哪个进程打印出来的 只要带上时间信息 我就可以把你整个这个跨线程 跨模块跨进程的这个东西给还原出来 对吧 这个东西 讲代码呀 后面要讲的啊 后面要讲的 后面我们要去实现的 好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个地方罗嗦一下啊 其实可能有人不太愿意听 我要把这个地方去讲一讲 因为这个地方是新法 你不把这个东西搞清楚的话呢 你后面会出问题的 好 应用场景的话呢 呃 就是这样的一些场景 这其实就是根据上面来的是吧 一些偶发的问题 不清楚原因和位置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是需要日志去弄的 为什么 因为日志可以大面积的散 我可以在所有我怀疑的地方去下日志 但是我没办法在所有我怀疑的地方下断点 为什么 因为你在你所有怀疑的地方下断点的结果就是 你每一个地方都会停 他不会同时触发 有时候很多地方它是不相关联的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是好的 然后呢 这个玩意儿呢 嗯 有些问题 他是需要积累才暴露的 就是你可能跑上 呃 一次两次 十次百次都不不成问题 是吧 跑到第101次的时候才会挂 或者是跑到100次以上的时候 某个时间段才会挂 那么这个时候日志啊就会好的 多大的程序需要日志系统 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是任何程序啊 我是建议任何程序你都要用日志 任何程序都要用日志 只要是你自己开发的啊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这个日志系统你是可大可小的啊 可大可小的 我后面讲代码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你是一个弹性的知道吧 那么你大项目的时候 呃 那你就用重型的是吧 大项目 那你当然要用这个挖机 对不对 你自己家门口种棵树 没有必要开挖机来 直接搞把小铲子是吧 铲一铲就可以了 你就种一个肉 呃多肉植物 没有必要开挖机 对不对 这个东西任何时候都可以啊 不是说这个玩意儿 呃 有有有个什么代码行数限制任何时候啊 这个地方我反正是把它强调一下 然后调试的话呢 就是一般是用在什么啊 B线或者容易负线的问题 就这个东西 他不是B线不太容易负线 那么我不建议用调试 那么最好的办法呢 是用日志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清楚原因或者位置 你知道是在哪个原因 哪个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有时候日志是和调试结合起来的 我首先用日志广散网 首先看看哪里参数有异常 然后呢 找到那些有异常的地方呢 我在下断点等他触发的时候 我再去看看啊 这个时候看看是不是其他数据导致导致的 几百行的代网一眼就能找到问题 这个不一定的呦 啊 这个不一定的啊 呃 这个因为很多问题就是说 并不一定是你这个代码的问题 并不一定是代码的问题 你可能代码逻辑非常正确 没有问题 此数据出现问题了 那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修改内存或者流程的情况 然后有hook过这个loader buffer没有 啊 那个是路外里面的这样一个东西啊 是路外游戏开发或者是路外引擎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不知道你要hook他干啥 啊 这个好像和我们这一节课没啥太大的关系啊 我在这儿 你要有兴趣的话可以课后去问我啊 对 对 对 这里面也是有很多情况的 并不一定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动手去弄一下了啊 首先就是日志当中的一个函数 红和级别的这样一个实现 函数的话 我就先提一下这里面一些知识点啊 提一下就是泛泛的提一下这个知识点 一个是函数 函数的话呢 主要是一个可编参数函数 这个等会我们会去实现的啊 用到的一些关键点就在这儿啊 这是他的投文件和他相应的三个模块 怎么用等会我来讲啊 不知道急 这里我要提一下 然后再一个就是红 红这里面呢 有一个可编参数红 以及我们经常用的这个文件 还有这个函数 最后就是一个日子级别 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个日子的这个颜色显示 颜色显示的话呢 注意啊这个东西只在控制的还有效 只能用做显示用 我们讲的不是哪个日子框架是自己写的啊 没有讲任何哪一个框架 好 那么这个级别的话呢 就是说有一些显示 然后这个地方呢 你的这个属性呢 你可以去设置这样的一些东西 设置这样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前端 这个是后端 后端就是背景色 就是这个文字的背景色 然后这个是前端 就是文字本身的颜色 好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大致是在这儿 好下面我们呢 就来看看这样的一个日子的一个东西 啊 日子的一个 日子的一个开发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个 std argue的这个东西给他弄一下啊 日子要写的时候 其实最核心的 首先是要写这个日子的 日子的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东西他应该是一个可变参数红 但是要怎么设计他 这个地方是有讲究的 一般来讲的话呢 我们呢会 呃 比如说一般会这样子啊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 比如可变参数嘛 一般就是 啊 format是吧 然后呢 后面打三个点 一般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呢 有一个好处啊 有一个好处 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就是 你就实现一个最基本的可变参数 然后把这里面控制一下 这个封装好的字符串 导到你想要的地方 比如说 控制台 比如说这个文本 或者甚至大型的这个日子系统的话呢 是要求你把它导向网络 导向某个日子服务器 有专门的日子服务器去弄这样的一个东西 模板类什么意思啊 这个还没涉及到模板类啊 这个不涉及到模板类 这个是可变参数的 这个函数啊 可变参数环数 但是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在 啊 就是你在自己在用的时候 我是建议这样子的啊 就是你不但要加上这个东西 你还要加上这个文件 加上这个行号 加上这个函数 就是你这个东西一定是有某个 函数啊 方向 这些东西 呃 为了放啊 这里没有放那个就算了 有时候为了区分一下 这些东西是要把它附带上的 啊 有了这些东西以后 我们是可以知道这个玩意儿它是在哪里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呃 怎么样去用它 啊 搞一个模板类接收日子 搞一个模板类接收日子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就是看你个人的这个情况了 如果你对模板类比较熟悉 就说我很熟悉 模板类 那你呢就用这个模板类去 呃去做 因为模板类呢有很多好处 比如说呃 你可以把它进行一些很容易 就比较容易的进行一些扩展 或者适应一些不同的这个类型 呃类型发生变化 但是一般就是我目前所接触到的 所有的日子系统里面 嗯模板类的作用呢 实际上是在这个日子的内部的啊 对外的接口一般不会采用模板类 对外的接口呢 一般是用红和这个固定的函数 去把它弄起来的 然后其实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后面 其实刚才我们还谈到一个东西 就是有一个日子级别 啊这个东西也要去给它加上的 而日子级别呢 那你可以用这个玩意儿啊 日子级别也可以用 可以用这个玩意儿 然后比如说像安卓的这个日子 它还有一个标签 啊他可以的这个东西呢 标签的好处呢 就是说我同一个应用里面 我可以用不同的标签帮助我快速的 啊帮助我快速的去定位我的这个日子 有时候日子很多很多东西是混在一起的 那我有时候有些东西我不想关心 我想跳过去 那我只关心我想关心的那个标签啊 就他给他 然后日子级别是有五个级别 这个要看你自己设啊 一般来讲它是这样子的是吧 常见的最低的啊 最低的是info 就信息级别 然后呢 就是这个调试级别debug 啊 调试级别 然后这个调试级别 网上呢 就好像有一个warning 啊警告 然后在警告网上面呢 就是有一个错误 ERROR 然后呢 就是一个致命的啊 就是这种致命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呃 实际上呢 就是你还可以自己再分 比如说我想加一个trace啊 就是跟踪的 是吧 这也可以 然后呢 你说我还想加一个其他的也行 就看你自己有兴 有兴趣 你就自己加有录播啊 有录播 我有录有录这个视频啊 啊 看你自己兴趣去加是吧 五个级别六个级别七个级别也都有 啊 有七个级别的也都有是吧 甚至还有的有这种就是叫做 我这个级别就叫log 啊 日志级别 这也是行的 这这个东西谁谁高谁低 就看你这个level怎么定 你自己去定就ok了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来写一般来讲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你要声明一个这个是吧 这个是可变参数红呢 可变参数还是一个基本写法 然后呢 你把这个format ap的话呢 要填这个format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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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A的课补实操是吧 IDA的课 可以就是到时候你跟那个助教他们去反馈一下啊 跟助教去反馈一下 那个东西应该也是可以去补的 那个实操其实是有一个的 我记得啊 IDA的实操不是有一个那个游戏的修改吗 中国是家长的 啊然后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吧 然后剩下的就是有几个东西的就是 注意啊 在这个 在这个vs里面 你要用这个函数 vs里面要用这个函数 然后在lux里面 他是 没有那个下滑线的函数啊 这个是lux的 啊 你可是里面你就用这个函数 然后这个东西呢 他是有一个返回值的 啊 返回值的 返回值的话呢 然后这里面要填buffer 但这个buffer呢 一般 嗯 我是习惯这样子去用它啊 我是习惯这样子去用它 就是这个vector 嗯 然后这里的话呢 我们还得去加一个啊 啊 习惯我们习惯是这样子去用它 就是啊 我习惯去用 这样子去用啊 这样子去用 然后buffer呢 我就会根据自己的这个啊 需求 比如resize resize多少呢 4096 啊 有人会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声明一个这个 啊 数主呢 因为你直接声明数主 它是在这个占上面的啊 你所有的这个局部变量 这些东西都是在占上面的 占的大小是有限制的 一般来讲是 64k啊 64k你不要超过这个值 理论上讲就是65535 呃 然后这一块的东西呢 最好呢 就是说 嗯 就是一旦你的这个日次长度超过了这个64k 你就很麻烦了 比如说如果是像这种 我可以把它用成一兆 我可以用一兆 没有问题 一般来讲大家各位的电脑一兆的内存应该都是有的 对吧 如果没有一兆的内存的话呢 你就 你就想想是吧 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机器来开发 对不对 你一兆的内存都搞不出来 这个东西 那就只有少部分的嵌入式才会用到这个网友 是吧 像那种东西呢 你也没必要去考虑日次的问题了 能把代码写上去跑起来就不错了 啊 那个也没啥日子不日子了 因为你连一兆的这个空间都没有的话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是吧 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可以搞一兆 但是你如果是宿主的话 你能生命一兆吗 生命不了的啊 生命不了的 然后我们很多时候这个东西是可调的 这个东西是可调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安卓 他的那个日子缓存 他是可以调的 他可以调一兆 调十兆 调一百兆都可以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你如果是用这种方式来写的话呢 你以后的日子也是可以去调整一下 对吧 也是可以去调整一下 好 然后再一个有这个东西以后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 是吧 那就是buffer的这个data 然后就是这个buffer的这个size buffer的这个size 然后呢 就是一个format buffer的data size 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因为我们这里有target level fail line 和function 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追加上去的 然后用户他实际上只管这后面的这一堆参数 用户他真正只管这一堆参数 所以这块地方呢 我们要先 把这个地方我们用自己的这些东西给弄上去 首先一般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参数呢 是文件 第二个参数是行号 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弄 这这也是有原因的啊 这也是有原因的 并不是我心血来潮这么去干 这个地方呢 你就要填这个feel 然后再要填这个line 因为在这个 因为在这个叫什么 呃 在这个呃 就是这个vs里面啊 vs里面 如果你的这个日子输出的时候 如果你的这个日子输出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没调试 那么他 如果是按照这个文件路径 加上这个括号啊 就是数字括号 那么加上这个行号在这个里面的话 那么你双击这个日子 但是它是会它是会自动给你跳到对应的行去的啊 它是会自动给你跳到对应的行去的 这个东西的话呢 这样子写是好的 就是可以和这个vs去兼容 知道吧 你看日子上你看到哪个地方 你双击一下它 它可以直接跳过去的 只要你是输出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输出的话呢 它是用这个 output stream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是windows这个里面的有的 如果你是在这个 这个mfc里面你直接用trace红就行了 啊 用trace红也可以 当然在mfc也可以用这个 是吧 你可以用自己的这个东西去弄 好 然后有了这两个东西以后我们看一下啊 啊 哦 还有一个va list 哦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得用这个我们 sn 啊 这样子就ok了 这个地方在你这个是下面也是一样的 你那个是下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的 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级别 级别的话呢 一般看你怎么样去弄 你可以搞一个这个玩意儿 是吧 搞一个这个玩意儿 搞一个这个玩意儿 当然你也可以不用这种 是吧 你可以搞一个比如说像 嗯 嗯 这种东西是吧 嗯 然后这个呢 叫做 嗯 然后这个呢 level level s level吧 s level 然后这个东西呢 那他就可以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比如说我这里就搞几个啊 info 然后呢 dbg debug 然后呢 啊 w ar ng warning 然后呢 r 我就先搞四个吧 那个fater 那个致命的我就不搞了啊 反正你就往后加就行了 然后这个玩意儿呢 就是level的话呢 你就可以这样子去弄 就是level是吧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填一个这个百分号s 然后levellevel以后呢 就还有一个就是target target 就是你的这个额外加的标签 那么这个也是可以加进去的 是吧 target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函数 这个东西是要用一般用方括号把它扩起来啊 单括号把它扩起来函数 好 然后这个函数的话呢 就是这个functln functln ok 然后就是函数 那么这些东西呢 一起在一起啊 他是构成了整个这个日子的这个头部 那可能有的同学说我还想加时间 这也是可以的 你再去加时间都行 你可以就是像这种方式啊 类似的这种方式去加这个时间 时间你可以在这个打日子的时候 自己去加啊 你可以在打日子的时候自己去加 就是在这个函数里面给他加 在这外面不需要啊 时间因为你是以这个日子传进来的这个 调用的这个接口的为准 是比较靠谱的 好 然后这些东西掉出来 然后这里面稍微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level要稍微处理一下啊 就是如果这个level小于0 那么这个level就让它等于0是吧 然后这个如果这个level大于这个0123是吧 大于3 那么的话呢 那么level的话呢 就让它等于3啊 保证就是即使用户他给了个错误的level 我们也能够按照正确的level来处理 不至于让这个地方挂掉啊 不至于让这个地方挂掉 稍微注意一下啊 这个地方处理完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要去查一下这个玩意儿的 啊 这个地方我来一个pbuffer啊 为什么要搞个pbuffer呢 就是要偷个懒 知道吗 就是要偷个懒 然后这里呢 我们就要查一下这个东西 它的这个长度啊 查一下它的这个东西的这个长度 啊 这里是size t的这个长度 为什么要查一下这个长度的话呢 因为你要查到这个长度呢 你就可以往后面去弄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vsmpntf 这个时候就要就要开始用了 这里呢 就是pbuffer加上这个长度 加这个长度 然后呢 就是这个buffer的这个size减去这个长度啊 就是你要用掉了 你已经用掉了这么多啊 你已经用掉了这么多 然后剩下的呢 就是这个format 然后就是这个ap啊 v list的这个玩意儿 这个东西要注意一下 就是它有一个返回值的啊 它有一个返回值 返回值的话呢 如果这个返回值大于0 那么它是对的 如果这个返回值它小于0 那就说明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也有几种可能性 有几种可能性 一种呢 就是 一种就是说你的缓冲区不够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首先 首先什么加倍缓冲区 然后再试 对吧 再试一次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直接结束 直接结束 就这个东西 你就不要让日子一般来讲 是不要抛异常 一般来讲是不要抛异常 因为你抛异常的话呢 日子这个东西 我们是不希望它能够影响到这个主程序的 你错就错了 大不了我就是说 我看一下日子 你在日子的文件里面 你写一个这个地方 然后呢 就是文件里面直接写是吧 文件里面记录 错误 那么这是可以的 文件里面记录错误 这是可以的 然后面呢 就是说你可以直接结束 这是可以的 就是我知道这个地方 日子本身出问题了 日子本身出问题了 但是千万不要就是说你抛什么异常啊 或者终止整个程序啊 这都是要不得的 因为日子程序的话呢 有很多时候 它是希望不要影响主程序的这个流程 你如果抛异常或者是怎么样 你都会影响主程序的流程 那这个时候后果不可控 对吧 那么日子的这个东西甚至可能会打乱这个县程 好 那么这一个东西 我们假定它是成功的 如果是成功的以后 那就后面就可以做一系列的处理了 那么一种就比如说像这个output debug stream是吧 这个地方你可以强调一下是a啊 可以强调一下是a 避免它掉到那个w里面去 就是宽字节字符集 这个地方我也要稍微说一下啊 就是在这个 这个地方红啊 就这些东西 如果你是在宽字节字符集下面 你想用它你就在后面加一个w就可以了 这个line是个整数啊 那也是整数 所以它没有w 只有这两个有w 就是这是宽字节字符集 你加个w就ok了 加个w就ok了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输出 输出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pbuffer就行了 pbuffer就行了 然后当然一般来讲 我们会给这个玩意儿呢 自动加一个换行 自动加一个换行 这样就省得用户在这个里面去加换行 但是这种情况下呢 也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有时候我就是想要完整的控制这个格式行不行 也有这种需求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注意 就看你自己的使用习惯了 你习惯了 让这个地方自动加换行 那你就在这个地方将啊 你这个地方呢 所以这个地方是diy的 我就要注视一下 你自己要根据自己需求来 是吧 有的人他喜欢控制这个格式 那么你就不要在这加换行 是吧 不要加换行 然后你在这个format里面你自己去加 有的人觉得那样子每次都加好烦 是吧 我就是忘记加了 然后导致那个日子打成一坨了 全打在一行上面了 啊 这种是经常出现的 那么除了这种以外呢 你还可以去把它输到这个控制台去 可以把它输到控制台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控制颜色 这个稍后好 稍后我们来做 稍后稍等一下 我们先把整个这个东西流程先搞完 主函数搞完 好 这个地方输出完了以后 然后整个这一块呢就ok了 然后考虑到这个地方啊 考虑到这个地方这个缓冲区呢 老是需要分配和释放 这个是有点问题的啊 是有点问题的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 我们会这么去干一下 啊就是我会给他搞成一个静态的啊 搞成一个静态的 搞成一个静态以后 然后然后去判断一下是吧 这个是自己写的 不是任何一个框架啊 如果这个东西它是等于等于0或者小1等于0吧 那我们呢就给他分配一个内存 啊 然后这里呢我们可以搞一个红来控制一下 啊 define这个log buffer size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给他整一个罪用 啊 define这个东西是吧 比如说你为什么要打个括号 因为红的话你不打括号 有时候展开会有些惊喜给你啊 如果这个惊喜在出现在恰当的位置 甚至可以给你惊吓 是吧 那么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他小于010 我们就给他分配 那么这样子分配一次 那么每次调用的时候呢 呃这个东西呢 就不会反复分配和释放了 这样可以节约一点时间 不然的话对于大类存的分配和释放呢 他是比较耗时间的 至少在这个windows里面啊 在windows里面 当然这个东西也有问题 这个东西也有问题 这个东西就会削弱你的线程安全性 啊 他会削弱你的线程安全性 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 这相当于你加了个全局 全局变量去搞这样一个事情 相当于你加了个全局变量去搞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怎么样解决我后面也会去提到这个玩意儿 好 好那么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到这里为止呢 就是初步的一个核心函数 差不多就已经出来一个模样了 剩下的话呢 就是呃 输出目标啊 输出目标可以是输出目标的话 可以是文件啊 还有控制台 这个呢 output的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调试 调试啊 输出 框 啊 调试的速度框 这在哪里呢 在这个输出的这个里面 啊 这些东西都属于output的 debug string搞出来 这是兼容bs 啊 在你这个下面这两个东西就没啥卵用啊 没啥卵用 好 那么这个东西写出来了 那么现在是核心的函数 那么下一步就是红 一般我们不会直接去用这个东西 我们会去定义一个 呃 trace 啊 定义一个trace 然后呢 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是 呃 这样子去弄的 就是 可变参数红 可变参数红 然后这个地方 它不是写的这儿的啊 这个地方是直接这样子去写 然后我们呢 呃 再去往后面去追加 那这个时候呢 它实际上是调用的这个trace trace的话呢 target 啊 这个地方还是要加一个 呃 tag这个东西没办法啊 这个东西只能用户给的 这个我们没办法去给的 我没有办法去替代用户给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target 然后呢 level level的话呢 这里我们可以给 比如说这个 tracei tracei的话呢 我们对应的就是info 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的feel 就这样子填进去 然后这个地方的line 就这样子填 然后这个地方的function 函数 然后呢 呃 这里呢 就是填这个format 这个地方我们就填一个这个玩意儿啊 就填一个这个玩意儿 那这个玩意儿就是一个可变参数红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后面的点点点给它 直接搬运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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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情况 然后类似的呢 我们就可以加很多东西 是吧 我们总共有四个 一个是这个trace第一debug的trace w warning的trace ron 是吧trace1 啊 或者我们一般还有个这种叫法叫log 啊 log 叫trace 我担心到时候和这个mfc 你到时候移植到mfc的时候 到时候混了啊 就比较麻烦了 log1 这样子也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是吧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边的这个level 你给它对应的调一下 就对应的调一下 如果你要搞更多级别的 你就往后加就行了 都没有问题 啊 那么整个这样一个玩意儿搞出来 搞出来以后 然后我们呢 这个你就可以去加了 做个i 啊 你可以用hello 是吧 不带任何参数的 你也可以这个 啊 等一下 这里好像就是target target的话 我这以兜远啊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这里的话呢 就是hello hello 然后我们甚至可以搞一个 不要target的 就是我没有target的 没有target的什么意思啊 没有target的就是默认target的 默认target的 你就可以搞一个 以兜运啊 就可以搞一个这个 好 那就这就是没有target的 这样你就有时候我想拖懒是吧 我就是啊 这个地方要改一下啊 就叫log 那么我想拖懒 我不想写target的 我就只是想单纯的输出一个话 啊 啊 我就单纯的就只是想说个话啊 就就仅此而已 其他的我没有什么想法 然后有的是带这个target的 然后呢 我们再搞一个这个 warning的 还有这个 用的啊 再搞一个这个用的 debug的搞一个吧 我们所谓了 我们呢 这里给他声明一下这个是 i 这个呢 是d 其实也不用 因为我们在那个里面有 就是一样的内容都可以 一样的内容其实都可以 因为我们在那个level的不同的时候 我们是有级别显示的 然后把它加上啊 加上 好 那么这就是一个初步的一个东西 我们编译一下看看啊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经常会在编译的时候遇到这种 其实这个东西呢 人家这个东西已经告诉你了啊 遇到这种4996的不用慌对吧 你把它 你按照他说的这个东西 你把这个东西给他定义一下 你把这个东西定义一下 然后这里有一个重定义啊 这个是不能那个的重定义 我看看我们 这 这里已经前面已经定义过了 这个地方给他弄一下 好整个世界呢 好像就基本上亲近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是 但是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信息啊 这不是个报错 这个东西是因为我装了一个这个玩意儿 装了一个VCPK机的啊 这开开了 因为我这个项目里面用不到它 所以这个玩意儿呢 就是那个UWP和那些东西用的 我把它关掉就行了 然后 现在应该是整个世界就宁静了 是吧 非常干净非常清爽 呃 建议大家养成好习惯 编程的时候 尽量把所有的警告和这个窝里呢 给它去掉 呃 否则的话呢 会比较麻烦哈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这个玩意儿 啊 运行一下这个玩意儿 这里面是什么都没有输出的啊 这个里面是什么都没有输出的啊 这个里面是什么都没有输出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这个输出啊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这个输出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你看啊 我双击他注意啊 你看我双击他的时候 他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箭头 看见没 然后跳到这一行去了啊 你看这是这样子 然后我双击比如说这个肉的时候 呃 我看一下啊 哎 这个东西 把这往下拉一点 这个肉的时候 他好像没跳过来呀 这个肉好像他是 啊 这个这个跳过来了啊 这个跳过来了 然后就是好像只有最后这个肉的时候 他没跳过来 我看是不是哪里没对啊 也不会啊 应该是没有什么地方没对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info 有这个target 还有这个target 有这个warning的这个level 是吧 warning的level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显示在了这个地方 显示在了这个地方 好像是和这个地方是不是重了 最后这个地方 没有加上这个 不对哦 我知道了 这个换航服搞错了啊 换航服应该换到这里来的 换航服的话应该是换到这个地方来啊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换航服搞错了换到前面去了啊 换到前面去了 啊 我们看看啊现在就可以了啊 现在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东西 他就是有这样一个联动的好处 知道吧 所以为什么要用这个前面一定要用这个格式 呃要用这个格式 就是原因就在这儿就有个联动的好处 一般来讲你会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后面加一个封号 加一个封号和后面的进行区别区分开啊 进行区分 呃这是target和这个level 呃至于哪里用尖过号哪里用翻过号 这就看你自己的这个喜好了 看你自己的喜好 好这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基本上把它弄出来了 弄出来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控制台的一个东西啊 控制台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地方 啊这个地方我们是可以输出到 因为我们刚才是控制台实际上是空的啊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去弄 呃这里呢就是get这个out 哎不对 应该是叫get什么来着 getstd handle啊 std hnd handle 然后这里 直接复制过来算了吧 直接复制过来算 这个地方呢是标准输出的啊 这个地方是output是标准输出的 然后还有这个错误的 还有这个input的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是输入的 我们一般是用这两个 是吧用这两个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用这一个就行了 因为我们可以去控制它的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东西呢 它会返回一个handle handle 这个handle呢我们就用这个东西来代替 然后呢 呃我们呢要加一个属性 啊属性是干什么的呢 属性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在 这里提到的就是你前景 注意啊这个rgb值是可以混合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混合出 呃很多个颜色出来 是吧很多个颜色出来 然后我们这里呢我看一下 我把它复制一下 这是前景颜色的背景颜色 啊如果三个这个是可以通过这个祸祸祸下一起的三个祸在一起就是白色 呃如果一个都没有零的话呢就是黑色啊 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属性啊 这里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啊看一下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 它是一是吧 我看一下啊它是怎么样定义的 这个是1248这样子去弄的啊12481248这么去定义的话 呃我们可以在这里去加一个东西啊 算了就加到这里吧 在哪用在哪加 呃这个地方就是dw id c o l o r 卡了 卡了的话呢我们就加一个 这个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 刚才的这个地方是吧 比如说这个infoinfo我们就用蓝色去显示就行了 呃我看啊最白色应该是白色啊 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呢 啊 啊 一言革命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热的 啊这个就是白色的字 然后这个玩意儿背景呢就是一个黑色的背景 那就不用写不用写就行了啊 背景就是一个黑色的背景就行了 呃这个就是白色的字黑色的背景 然后呢我们这个info这个我们看有一个级别还有一个什么级别来着 啊 debug级别debug级别就是green 啊 我们就让他选一个绿色的是吧 呃 然后就是warning级别的话呢 我们就要弄一下这个red红色这个级别 然后这个自命错误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就要用一个白色加一个红背景 白色加一个红背景 红背景就是这个 啊 啊 下一个红背景 啊 下一个红背景 好 然后这样子设置完了以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color就可以让他等于这个level 啊 然后这个地方就可以弄了 就可以弄了 好啊 这个地方呢 就加上这样的一个玩意儿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呢 就是加上一个print是吧 输出 输出的话呢 这里的话我们直接就可以是p 直接就把这个速度上打出去就完了 就完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玩意儿 啊 从word转到dword 从dword转到word可能丢失啊 这个东西的长度是一个 这个word 这个word 那这里都要改一下 尽量把这些警告给它去掉啊 让它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因为有时候你永远都想不到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些什么后果 好我们哎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忘记一个东西了 忘记了加换航服 然后还忘记了把它恢复成原来的那个东西 是吧 把它恢复成原来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要 应该是get context的 嗯 看一下 有没有get的这个东西啊 哎 好像他没有这个玩意儿啊 啊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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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xt 我看看这个玩意儿有没有get的这个字 好像是 好像是 啊 好像他都没有哎 他好像都没有哎 啊 应该是这个玩意儿啊这个玩意儿是哪里啊 应该是这个玩意儿这里的话有一个这个属性是的 他应该没有直接的那就是 我说不要这个应该有这个就行了 看一下这个玩意儿啊 啊 他是有一个这个 把粉 这里有这个属性就OK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呢 要干一个什么事儿呢 就是这里的话呢 info搞一个 然后 然后在设置之前呢 我们先把它获取一下 获取一下 获取一下 然后到了最后呢 我们还要把它恢复一下 嗯 恢复一下 这样就不会影响其他的这个文字 是吧 不会影响其他的文字 就是我只改我这个日子输出的这个东西啊 其他的人我是不影响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整个这个日子呢 就显示出来了 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玩意儿呢 白色是吧 白色红底 这就是致命错误 啊 这个呢 是我你警告 啊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 绿色的条式的是吧 就是信息 两个信息级别的这样一个东西 啊 这样子一弄以后呢 我们整个这个控制才能就漂亮一点 是吧 那这个东西你也可以 其实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啊 用在其他的地方 也不是只用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记得之前有同学问过我的 啊 有同学问过 其实这个东西也不复杂 还是比较容易的 还是比较容易的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些日子 然后我还要加一个东西 就是我要标准的这个程序里面 因为我自己要打印 我自己要打印 feel is made 是吧 我自己要打印 我看这个日子 他会不会干扰到我这个打印 因为我刚才这个地方设置了他的这个属性 是吧 我来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呢 它是正常的显示的啊 这个日子并没有干扰到这个属性 并没有干扰到这个属性 这个就是比较OK的一个状态了啊 日子归日子字 然后这个东西呢 归这个东西 好 最后呢 我就再讲一点点这个 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多线程的这个日子的这个问题 一般来讲呢 多线程的这个日子的话呢 有几种解决方案 这个地方我需要画一下 画一个东西 有几种解决这个方案啊 几种解决方案 嗯 我看一下 就在这 我都感觉我一下找不到这个 呃 鼠标了 我看一下 鼠标都跑哪里去了 怎么感觉像跑到这个 外面去 怎么跑到外面去 等一下啊 我把这个地方稍微调整一下 最后还讲几分钟啊 哎我是设的 这个东西啊 这个感觉好像 算了我用这个鼠标吧 用鼠标去画算了 哎呀我好像改改到哪个地方去了是吧 改到那个地方去 改到哪个地方去 啊 好直接讲一下吧 我用鼠标画啊 稍微画的丑一点啊 我这稍微讲一下 一般现场来讲主要就是 其实最关键是在这个缓冲区这个地方啊 缓冲区这个地方是比较有争议的 比较有争议的地方 也是 就是经常这些日子模块最最常见的优化的地方 有几种方式去优化他一种的话呢 就是说我去建一个这个类 啊建一个类 然后呢 那么这个地方呢 呃这个地方我把它封装到这个类里面去 然后我在这里呢声明这个类的对象 啊我声明类的这个对象 当然这个地方你可以用一个这个指针 啊用一个指针 呃这个指针的话呢 你可以去 就是说这个指针你可以用几种方式是吧 你可以搞一个这个静态的指针 啊去指向这个玩意儿 但是要注意啊 就是你这个类的话 类的话你去声明这个对象 你一定要有地方去释放他 一定要有地方去释放他 就是你不要在这儿就挂了个指针挂在这儿 这个对象把它mew了以后啊 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些一系列的后果的啊 会产生一系列额外的这个玩意儿 不要做单力 不要做单力 有同学说要做单力 不要做单力 因为这个地方 之所以要这么干就是为了不单力 因为我这个静态的这个玩意儿 其实本质上是个单力 单力的话呢 一旦你在多线程的环境下面的话呢 大家都在写这个buffer 都写的是这一个buffer就会乱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是一种方案 但这个方案不是很好 但是这个方案有一个好处 它的好处就是什么 你实现起来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 啊那么还复杂一点的方案是什么呢 啊也是有的 呃 那个要比这个要更安全 就是每个县程 每个县程 每个县程 就是你在这里打这个trace的时候 你还要带一个现成id 啊叫tid 带一个现成id进来 呃现成id的话呢 到时候也是会通过红 他们通过红去拿 那这个红的话呢 就是说拿的不是一个红 就是说一个一个常用的红啊 没有哪个红去标明现成id 它一般是有一个函数 那么那个红里面会自动调用那个函数 一般我们会实现一个get 啊 tid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在ninux里面这个很简单 因为get tid的话呢 是ninux默认就有的 那windows下面呢 你得换成get current thread id 啊稍微要麻烦一点 好那么这个id进来以后呢 就是我这里的buffer呢 不再是这种样子的 它是一个map 啊一个映射表 一个映射表 那么只在你这个线程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呢 啊这个id这个tid 会对应有一个buffer 啊 会对应有一个buffer 然后过来 然后后面再来的时候呢 就问题不大 但这个东西呢 要稍微注意 就是当有新的thread进来的时候 你还是要稍微加一下锁 因为当你天在这个map里面添加这个东西的时候 天一个新线程进来的时候 你要你要insert进去的 对吧 那么你添加的时候呢 是要加一个锁的 这个东西呢 就比刚才那个东西呢 要优一点 要优一点 然后他的这个释放呢 也不用担心 因为整个这个map释放的时候呢 tid和对应的buffer都会跟着释放 你就不用考虑那么复杂 呃内存释放的这个地方问题不大 啊 但这个东西还不是最终解 最终解的情况下呢 是自己去分配一个内存 自己去分配一个内存 默认情况下呢 每一个就是5 默认情况下啊 默认情况下呢 我我给这个地方 比如说有 呃 10兆是吧 有10兆 然后默认情况下呢 我把它这10兆的内存分成10块 啊分成10块 啊然后呢我就 第一个线程来了 我就让他到第一个 第二个线程来了 我就到第二个 第三个线程来了 就第三个啊 第四个线程来就第四个 那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分配自己管理 然后这个 这个缓冲区的话呢 也是从这个地方拿这个东西在整个初始化的时候一次性分配好 啊一次性分配好 所以这个东西呢 如果初始化成功 很多都一个日子系统都会有个初始化的一个过程 就是日子初始化函数 这个是需要你掉的 如果你用很多这种日子的模块的话啊 用日子模块都有一个初始化的过程 要注意那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你可以一次性分配好 然后后面如果还有不够的话 再去动态加 啊再去动态加 啊再去动态加 这都可以的 因为你这个取这个buffer都是通过你这个快的接口去拿 所以你加 你加不加都是由你自己去决定的啊 你一开始分配多少也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你可以把它设成五兆 或者用一个配置文件去管理他 都是ok的啊都没有问题啊 那这种呢就是分配好的 然后释放的话呢 也会整体释放 由于这一块它是一个独立的 这个你可以搞单例 这个就可以搞单例 那么搞单例 它可以在命函数之前 命函数之前执行 命函数之后释放 所以整个这个日子呢 它可以照顾到你几乎所有的代码 哪怕是只要你在命函数工作范围内的所有代码都可以照顾到啊 这个就比较全一点 那这种方案就比较全一点啊 也是比较好一点 它就是说解决这个 多线程的这样一个东西 要好一些 然后每个线程呢都最好是 每个因为这个日子嘛 就相当于是每个县程自己去驱动这个日子函数 所以它占用的这个性能呢 也就是每个县程自己的性能 所以这个地方你在把这个缓冲区的东西写到文件的话呢 或者是放到这个输出的这个地方呢 它也不会冲突啊 也不太会冲突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各个县程搞各自各自的啊 各个县程搞各自的啊 一般也不会太冲突 当然也有一些情况下 可能比如说你写了同一个文件去了 那也会冲突是吧 也会冲突 好那么这个就是后续的一个东西啊 后续的一个东西 最后再问一下大家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关于这节课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 关于这个课程呢 大家可以去找那个一小辈 我们的助教一小辈去拿这个课程 视频我在客户都会发给他代码文档都会发给他 好那这期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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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